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文艺与您共赏春节特别节目 十二生肖 贺新春 三十多年的春晚一路走来 给我们许许多多难以磨灭的记忆 从节目中体现出的文化表象来看 就有生活服饰的 生活用品的 审美情趣的 甚至语言方面的各种变化 八十年代春晚中的常用语和今天的常用语 也都有着变化 成为了时代的记忆 9 8 7 6 5 4 3 2 1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梦里边 有人在译前 姐妹 就要把我们继续这些人也这样 说明镜与点栏目的 这些人可以快要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所没开始 这些人是有所好的 他都没有继续什么 全球卦和纷目的 这些人是什么 这是个人的 我踩着小带脚一下 怎么这么硬啊 铁鞋大理石脚腰啊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得客气 不客气可不行 还甭说你了 我这爱踩着要不客气 你都受不了 这爱踩着怎么能不客气呢 怎么能不客气 刚才你踩我这下 我给你来两句 往哪踩啊 长眼睛了吗 我客气客气 您看我都五十了 五十你就踩人脚 你要活一百不得上房 我眼神不好 眼神不好怎么不踩自己脚啊 我腿脚不利索 刚才踩我那下挺利索的 成龙那腿脚比您可差远了 对不起 光对不起就完了 请原谅 我原谅你谁原谅我 我下回注意 一回不行还想踩下回 哪那么多话呀你 你看要说话这么不客气 俩人能打起来 看来干什么事情都有个度 说话太不客气 别人受不了 太客气了您也受不了 太客气了能接受 理多人不怪 我们院里有一个砍哥哥 砍哥哥 特别能砍 是吗 有一天大街上也是没留神 踩了一个老大爷脚一笑 客气起来是没完没了地砍 差点啊把那老大爷给砍晕了 能有这事吗 咱俩学一学 来一来啊 你来那老大爷 可以可以 我来那砍哥哥 咱们听听这位砍哥哥 怎么把我这老大爷砍晕了 也是没留神踩脚一下 不是 等等等等 咱俩谁踩着谁了 怎么踩着我你那叫唤呢 您瞧这是怎么话说的 舅枯看您这上边了 没见过长这么富态的人 一摸金子叫他 您这掌向太有福气了 我忘了脚底下了 稍微打听一句 刚才您是不是把脚 搁在我脚底下了 什么叫搁在你脚底下了 你踩我脚了 我说什么来着 就脚的脚底下软和来着 没敢琢磨是什么东西 我平常有个毛病 踩着什么东西都好拿脚前后搓一搓 我怕是有用的 今儿幸亏没搓 您想我180斤的分量 往您的小嫩脚上前后使劲一搓 不说了不说了 您真有福气 我该还有福气呢 行了行了 小伙子没事了 走吧 走 踩完人脚我走 损那是人干的事吗 那我走 谁走谁缺德 我还走不了 我带您看病去 不用了不用 咱就照个X光 一个踩脚至于拍片子吗 您可不能小看这脚 没进行过足底按摩 没有 这脚有全身的器官 是吗 俩脚病在一块 这就是个坐着的小人 肝在左边 肺在右边 脚心是心脏 脚直头是脑袋 刚才踩您脚直头了 那就是踩您脑袋了 你多再踩我脑袋了 我一定要给您看去 不用了 不用了 您怕麻烦 咱打个电话就行 就打110 110多好啊 什么事都管 要是拉家人都给你给取回来 我们院里有一老姑娘 得了一种病 看谁长得都像和尚 死活也不愿意嫁人 结果打电话 心理医生在电话里 愣把病给说好了 现在正找对象呢 好 大爷您怎么样 您要是单身 您就说话 我给你介绍介绍 您还比以为您老了 其实是正当年 岁数现在谁管谁呀 给你们说和成功了 我给您写一个对联 上面给您写上 老姑娘嫁给老单身 下联 老单身获得第二春 横逼 幸福小老头 行了 您听见到什么乱七八糟的 行了 小伙伴 你慢慢砍吧 我得先走了 不 大家 大家 你砍得有点没边儿的 咱不说外边 咱就说给您看病 咱们到医院里 医院里科学家正在研究什么 研究克隆 克隆您知道吗 外国这科学家 没事在家里老克隆 克隆国家领导人闻 你说那还了得 一出门就碰见总统 一进厕所那蹲着两个首相 多乱呐 当说克隆国家领导人 叫克隆出三个您也麻烦呐 那怎么啦 本来您是跟老伴一块儿睡 现在晚上这康上一躺 就四个老头 多挤啊 嗨 我把那仨老头都送你们家去 怎么就踩一下 勾出这么多乱事 我踩着谁了 你踩着我了 我踩你哪儿了 踩我脑袋了 您看 什么呢 乱七八糟的 你真把我看晕了 就踩我脚了 咱就说这脚 脚是个器官 科隆发展到最后 就是科隆人的器官 平常科隆点心啊 根啊 肺啊 眼睛 鼻子 耳 你等一等 科隆这么多东西我放哪儿啊 就存你们家冰箱里边 我们家冰箱一开门 全是鼻子耳朵 吓人不吓人 不怕 都是自个儿的看着挺眼熟的 很眼熟 那有什么用呢 坏了换哪儿啊 能换 您的心坏了就把这心拿出来给扔喽 这边拿这心 这边给您搁上了 好 来一个 肺 要把它一拽 然后坏了以后拿这个心的 给您搁上了 要是肠子就这一搅 这边倒出二十米来走 你这装电线 多好啊 好什么呀 这跟我的脚没关系 太有关系了 脚踩坏了拿锯一锯就完了吧 你完了没脚了 我怎么走路啊 那儿有科隆好的 一边给您按上四个 您轮流使唤 螃蟹啊 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搞这个春节晚会的时候 大家好像都没有太在意 没有在意说穿什么衣服啊 是吧 觉得干净就可以了 没有说现在你看我们的整个那个服装 装饰各个方面特别什么 你看看我们头也没梳 你看我那头发地着搭了着呢 马迹那头发一卷老在这块儿待着 我觉得春节晚会呢 对我来讲是我自己的事业 一大半是在春节晚会上 我就是给我把奠基起来的 我这个基础 我在春节晚会上 我不仅仅是好像是 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它是一个共同切磋记忆的地方 大家伙都为一个人 为一个节目 共同地再去努力 再去出主意 那么这种机会呢 在我们平常的这种 繁忙的演出当中 确实是很难得的 杂技节目是春晚中 常见的节目类型 早期的杂技节目 更重视真功夫的体现 而如今春晚上的杂技节目 在体现技巧的同时 更注重气氛的渲染 充分利用声 光和背景的结合 并在节目中 融入了叙事的元素 使杂技节目更加赏心悦目 体现了在审美情趣方面的变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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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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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共赏春节特别节目 十二生肖贺新春 1989年的蛇年春晚上 小品懒汉相亲广受好评 该小品的选材 就带有时代的印记 通过一个相亲故事 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 不劳而获的辣汉思想 鼓励勤劳之父 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 加一块儿才两毛七 还饶一大型盒子 快了 村长来了 没好事 这懒家伙又睡着 我说让你睡 想啊 想啊 村长 大白天里睡懒觉啊 这不省粮食吗 省粮食 你说你啊 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 好 如果给你找个技术活 砸电视机这儿 砸沙发套 你瞧 这里砸的沙发套 怎么了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好 砸了拆的干什么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 砸套里边了 哦 我说这两天 看不见大花猫子呢 现在啊 各村都没有光棍了 我这个村长呢 就完不成任务 就这一个了 全村的光棍啊 就你一个了 就你 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 知道吧 今儿早晨我碰几个女的 哪村啊 这你怎么听见了 别听了 这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这是 就是千村那个卫书分 多大了 二十九了 老姑娘了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说我 我说我们牌妇这两年 干得不错呀 勤劳致富 沙发电视 都治起来了 我哪成大玩意儿啊 我这不帮着她说好话呢吗 那也 我这么一说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了 她就是怎么个意思了 你想咬我也是怎么的 不是 她说什么了 人家说了 十点钟左右啊 到底是得来看看 十点 十点 这不到了吗 说你准备准备啊 我准备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啊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那现在呢 现在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那怎么对付啊 我说 干脆 就这样 来 你把这给我照上 照 照这干什么 听我的啊 啊 看着没有啊 哎 沙发 二十四寸大彩电 这就算齐了 挺像彩电的啊 沙发 我看看那沙发 哎哎哎 你俩软乎乎的 那俩气球用上了啊 好啊 哎 也看漏了呢 看不漏 我也舒服的眼神不太好 哦 眼睛有毛病啊 也没有大毛病 哦 就是看不清人 啊 正好啊 他眼神不好的又啊 等来了你这转一圈 出去不就完事了 哎 哎 哎 不能坐 沙发是样子库 好多难坐 他沙发同志在这儿坐 来了来了 哎 来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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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紧张啊 不紧张啊 紧张点 紧张点 这沙发不能坐啊 这沙发不能坐啊 记住了啊 哎呀 你就是盘夫 天长啊 看出来了 嗯 嗯 里边里边 里边里边 来吧 哎 这就是我的拍摄同志 来了 嗯 那沙发不能坐 嗯 哎 两人拉了手 挺正的 拉了手 拉了手 认识认识吗 拉了手 拉了手 这练太极拳哪 大方点啊 哎 互相得介绍介绍 介绍介绍 我叫潘 一个一个来 对 我叫魏淑芬 女二十九岁至今未婚 哎 哎 该你 哦对 我叫潘富 男至今是二十不到三十出头 四十还挂点零 哎 你至今未婚 我我关棍一根 哎 哎 您说了 嗯 嗯 厅长当中做介绍 这人肯定错不了啊 就来了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热 好 好 你打算把人下榜子去 我们看这是 热心的 我们拍摄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 你看 这那电视 不不不 那个这边有沙发 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 啊 嗯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是黑的啊 哎不是 他计划好了 明年给你给三斤大把房 金尼姆 哎 对对对 带锅里潮上来 哎 没错没错 村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子不有砖吗 那这留着擂住垫呢 哎 哎 这样是沙发 俺可头回见着你 那这新事呢 新事 新潮啊 城里买的不 啊 两毛七 哎 两毛七 那个两毛七就买几个冰子 对对 这他自个做的 他设计 听听我 我师公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啊 二十四寸大鞋盒子 哎 哎呀 那什么鞋盒子 他说鞋盒 那个是鞋盒盘的电视机 对啊 我总会听说的 新潮品 这个刚进口的 就是 我说你少说两句听不听 哎 我们盘子不错啊 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 让干什么干什么 从不挑挑拣拣的 人不挑了 这就挺合适 哎 你合适 那个我也想过了 等李过了以后呢 实行医院化领导 他这些优点呢 就全客户了 你 您这话怎么说的 您这话这么说 你过门以后啊 我一切听你的 我那些毛病啊 就全客户了 你这话说的对了 那你同意了 哎 不是 你着什么急啊你 那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 对 你真是 你大老远来了 对 你最近很累 你坐吧 我还真累了 想了 什么想的 想 想了 那个她说呀 那个她想了 那个她想了 你过了以后啊 学科学学技术 好好看个书 她想 你还爱看书呢 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真是小人 就是小孩呢 她喜欢孩子 真的吗 我二十九了 我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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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日子 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奶娘说了 女儿大了要出门 要找找个勤快人 奶娘说了 有些个人 胡扯八扯当本事 老头怪话烦死人 奶娘说了 还说了 耍鼻球 睡懒觉 这样的男人 可不能要 奶娘说了 你娘还说呢 要命的 你这是动了 我一听说那懒汉 我气得我 我坐不住 听一张吧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厚吧 他那脾气 一阵一阵 这咋就过来吧 你坐会吧 你干什么活 多好的人 这个金凤凰 到你边窝里来 想啊 什么想 没做就想 十位对不起 拿眼神不大厚 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什么 我我 我家就这一个呢 我都 对 踢得好 没关系 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 一直没腾着口呢 您受累了 真的吗 你还挺会说话的 不是 你踢的是比我想 我要踢啊 踢不着那么想 我踢 这媳妇多好啊 往后好好干吧 村长 往后你直上打点 那是 我一定好好干 这电视机怎么摩天仙 你 坏了 坏了 那不是电视 不是 十点 是电视 那电视没坏 没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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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吐出的 它那个乌吐 它是这个叉色玻璃 对对对 叉色玻璃啊 那也是本来就不好吗 买个电视机 买个叉色的 旺中俩过门可看什么了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 你别着急 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 可是图像清楚 对 图像清楚 图像清楚 给你们 真的 那打开让俺看看 你又看看 那你打开吧 给俺看看 对对对 打开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 那茶色玻璃 比那一般的玻璃 那图像清楚多了 真有点 现在 报告五件新闻 你看 你看出图像了吧 至于山东电视台报道 成绩 这边关注出几块 我们的小人 瘦场下刮上三天 这人呢 这人 这人是眼熟 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对 长少比零 二比二平 现在 现在 没有天线的 这人就变形啊 快快快快 你也可以长吗 完漏了这边 全完了 全完了 你这边 你这边 不不不 这边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家里什么玩儿都没有 就因为我过去懒 我以后改型了吧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那我送上你啊 回来 你就这么走了 干什么玩儿子 演完了还没卸幕呢 春晚三十多年既有变化 更多的是不变 不变的是对真善美的呼唤和追求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这才是春晚留给全体中国人的最大财富 夜宾 美好未来 de Huy for you 山河好比长江水 好自一汉黄河岁 天也美 地也美 顶天里的中国人最美 武当少林 臣共赴 王文文且大智慧 中国美 中国美 中国的美是万天里美 你宛容今夕无睡 你也有梦不愿归 中国美 中国美 中国的美是好爱的美 大江东去浪淘 中国欣赏 иях